全球观众朋友晚安 我是黄宝慧 欢迎收看会眼看天下 今天要带您看到美国的确诊人数 已经突破百万 占了全球的三分之一死亡人数 同时也超过了越战的阵亡人数 不过美国总统川普却乐观地表示 疫情最糟糕的日子已经过去了 同时川普也首度表态 要向中国大陆求偿 金额比德国求偿了1490亿的欧元还要多 这又引来了大陆回击 包括了环球时报社评就嘲讽美国说 100万人感染美国不应该这样子领跑 而大陆外交部的发言人华春莹 也再度的发动了推特攻击 他指引美国为什么不去查查 美国国内的病毒是在何时出现的 另外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神隐 让最近的东北亚情势非常的诡决 中美都分别传出了军事的超前部署 美国南韩在27号就派出了6架的侦察机 飞进了北韩侦察 另外金正恩最信任的领导人 绿色专列又有什么样的特殊之处呢 稍后的话题面对面单元 都将会一一带您来深入讨论 而首先节目一开始 首先带您来关心本周的国际大事 新加坡的新冠肺炎确诊人数 逼近2万成为东南亚疫情最严峻的国家 巨大的场馆都陆续改建成了方舱医院 收治暴增的患者 而在日本为期12天的黄金周假期 这个星期也正式的开跑 不过不少的观光景点都直接叫民众不要来玩 更是有官员呼吁 要民众不要在社群网站上来分享樱花罩 就怕民众在家待不住 一窝蜂的出门去赏樱 让整个黄金周假期成为防疫的破口 工作人员忙进忙出不敢松懈 耗16天将张仪展览中心改装成了临时防藏医院 原本空荡荡的大型场地 如今可以容纳超过4000名病患 让新加坡暴增的确诊患者终于有了容身之处 为避免人员接触造成群聚感染 餐馆里头三餐都由机器人负责配送 而药物也有专门的机器狗负责分送 新加坡疫情急转直下新国当局当然不敢大意 各地的大型场馆目前都已经陆续被改建成方舱医院 因为新加坡总确诊数如今已经超越日本 成为东南亚地区疫情最严峻的国家 这个星期日本迎来一年一度的黄金洲假期 但由于新冠肺炎冲击 各大热门景点都罕见呼吁 要民众乖乖宅在家别去观光 因为能否守住疫情 黄金洲长假正是重要关键期 首先要求防疫情急事态宣言 在东京的情况下 仍然有厉害的状况 所以我希望能够提供这个宣言的延长 就怕民众在家待不住导致疫情扩大 日本全国知事会29号就召开视讯会议 达成共事将要求中央政府 在5月6号紧急状态宣言到期过后 再延长全国的紧急事态 新冠肺炎在全球加速蔓延 日本疫情不乐观 未能让病毒筛减速度加快 东京和神奈川县分别在22号以及23号 也开始实施得来素检测法 神奈川县的横须后市急救医疗中心 就在停车场设置了专用检疫亭 检测结果最快隔天下午就能够出炉 而疫情稍有好转的南韩 同一星期也迎来六天的黄金周廉假 受到疫情影响民众无法到海外旅游 国内旅游胜地冀州岛就成为南韩人的首选 官方预计将会有18万名南韩游客 前往冀州岛度假 冀州当局严正以待宣布加强防疫 更把发烧的检测标准调高 就怕疫情出现破口 为防堵疫情扩散 印尼当局也将社交距离限制延长到5月22号 并暂停所有国内航班 印尼是全球新冠肺炎检测率最低的国家之一 路透社检视印尼官方数据就指出 恐怕有更多重症甚至死亡患者未被纳入统计 没戴口罩就得和确诊者一起被关进救护车 印度在实施全国封锁21天过后 疫情依旧持续升温 塔米尔纳都省警方为下组不遵守防疫规定的民众 就推出另类防疫宣传影片 虽然并非真实做法 但影片当中的极端手段 也就意味着印度如今面临着极大挑战 引发热烈讨论 记者恒萱综合报道 美国新冠肺炎的确诊人数29号突破了百万 占了全球确诊数的三分之一 而死亡人数更已经是超过了在越战时期 疫情不如总统川普想的乐观 也让他既发表了消毒水可以杀死病毒的惊世言论之后 再度和记者杠上了 美国的副总统彭斯最近也惹出了争议 因为前往医疗机构视察 却拒绝戴上口罩 引发了外界的质疑 而在疫情期间 白宫防疫小组首席专家佛奇 因为和川普互动时而紧张 却又深受倚重 让他成为美国家喻户晓的人物 就连知名的隐心布莱德·匹特 也在脱口秀上模仿佛奇 用诙谐的手法嘲讽川普 疫情爆发两个月以来 美国确诊人数在28号突破百万大关 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统计 美国目前的确诊人数 已经占了全球的三分之一 而死亡人数更已超越了 美军在越战时期所牺牲的人数 当初小看疫情 美国总统川普如今吃尽苦头 被外界定得满头包 但川普却把防疫不利 责任全怪在专家头上 甩过甩的彻底 没想到就连副总统潘斯 也让人直摇头 潘斯日前来到美国知名 梅奥医学中心视察访问 却全程没戴口罩 仔细看在场的病患 专家 医师 口罩全都戴好戴满 就只有这一位白宫抗疫总指挥 敢无视医院规定 难道口罩会遮住眼睛吗 潘斯一番言论又让外界哗然 院方甚至在事后推文 表示在副总统来之前 就已经告知院内相关规定 但随后推文又被删除 我们会有疫情 79岁的白宫防疫团队 首席专家佛奇多次警告 疫情只是看似趋缓 但一定又会卷土重来 要外界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而在过去几个月内 佛奇以冷静的语调 浅显易懂的方式 说明防疫工作 甚至总是逆风发言 和川普不同调 也让他一夕间 成为美国家喻户晓的人物 知名隐心布莱德·比特 日前就在脱口秀上 模仿佛奇 除了一头白发 就连语调也都学得有模有样 搞笑桥段 嘲讽美国总统川普 让不少观众大呼 简直大快人心 这真心上的一只大门 Apost 斗费 不同的第一次 出国的约翼项路 通常开放 24 天 除了约翼项路 有些巨大风 与大风 有过不少 船路 新冠肺炎肆虐美國 新冠肺炎肆虐美國 紐約就成為疫情重災區 原本24小時不打烊的紐約地鐵 也破天荒宣佈 從下週開始 每天凌晨關閉消毒 可知情況有多嚴峻 我認為他們會變化 因為現在市民正在做 我曾經由市民的市民 市民的市民 克里克·伯特 很多市民 我非常在意他們做的 他們正在進行 我們再次開放我們的國家 持續了45天的社交距離禁令 5月1號宣告到期 還會持續下去嗎 川普沒這打算 目前各州陸續解禁 但全美有超過一半的州 都沒符合白宮復工標準 防疫專家佛琦 就再度提出警告 就怕防疫半途而廢 全都功虧一虧 資料顯示 Ramdesivir 有很明顯的 正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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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果 在 減少時間 回復 這真的非常重要 不過就在全美陸續解封 引發外界擔憂之際 佛琪也證實 美國吉利藥廠 2014年所研發的 對抗中東呼吸道症候群 MERS的藥物 試驗傳出好消息 但專家也強調 目前並沒有證據顯示 瑞德西維能完全治癒新冠肺炎 但的確是研發治療藥物 非常關鍵的重大發現 而瑞德西維藥物的好消息 點燃華爾街希望 激勵美國股市三大指數 大漲超過2% 我希望我們會有疫苗 我們會快速追蹤 像你從未看過 打鐵就要趁熱 川普除了要求FDA 儘快授權使用瑞德西維 同時他也主導了一項 神速任務 計畫打破常規 在明年1月之前 製造出3億劑疫苗 嘗試縮短研發時程 但卻被專家打臉 根本一點幫助也沒有 不管結果試成失敗 如今對川普來說 或許只能一試 因為從下週開始 川普預計將飛往全美各地 恢復競選行程 萬輝失去的民心 重新修補他的連任之路 記者和英宣綜合報導 英國首相強森27號 重新現身在唐寧街 這也是他感染新冠肺炎之後 睽違一個月首次的公開露面 精神狀況看起來相當好 而他發表演說 開頭第一句話 就是向大眾道歉 也感謝了所有對他的支持 而且目前呢 歐洲的疫情逐漸的趨緩 義大利和法國五月都將會陸續 鬆綁管制重啟經濟 不過法國巴黎 確實有好多的民眾等不及解封 冒險外出 自三月份實施封城措施以來 法國警方光是在巴黎市 就開出了將近六萬九千張的罰單 黑色坐車使進唐寧街 英國首相強森確診 新冠肺炎康復過後 終於返回工作崗位 睽違一個月露面 強森向民眾信心喊話 雖然疫情逐漸趨緩 但來勢洶洶的新冠病毒 還是讓英國面臨 自戰時以來的最大挑戰 反法西斯代表歌曲 《再見了姑娘》 《響徹義大利街頭》 同樣面臨二戰結束過後的最大衝擊 義大利人在封城之際 也不忘紀念第二次世界大戰 同盟國解放義大利75週年 自發信在窗台齊聲高唱 意大利總理孔帝宣布 全國封鎖措施 準備進入危機因應的第二階段 五月份開始就會陸續重啟經濟活動 同時避免第二波感染 防疫封鎖效期在歐洲國家當中最長的義大利 現在也準備分階段劃下句點 民眾聚集街頭隨音樂起舞 法國也計畫在5月11號放寬全國封鎖措施 但卻有越來越多的巴黎市民 冒險外出散步唱歌跳舞 自3月17號實施封城以來 法國警方光是在巴黎市就執行超過百萬次檢查 開出超過六萬九千張法單 所以我們必須進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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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施行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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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封的示威幾乎天天上演 警方不敢大意 嚴正以待 除了擔心抗疫活動失控 更怕會再度爆發大型群聚感染 德國聯邦衛生部狹下的疾病控制機構 羅波特科赫研究所 28日就公布了一項惊人數據 前世德國的新冠肺炎感染率 从0.7反彈回到了1.0 意味著沒名患者平均會將病毒傳給一人 而這也讓德國政府陷入了完全解封與否的兩難 隨著全球新冠肺炎確診人數突破300萬大關 各國準備松綁封鎖禁令 也引發外界憂慮 恐怕會出現另一波疫情高峰 記者恒鑽綜合報導 就在北韓領導人 金正恩的病危傳聞謠言四起之氣 4月27號南北韓迎來了板門店宣言 簽署滿兩週年 2018年4月27號 南北韓領導人在兩韓交界板門店 舉行了歷史性的會談 會後簽署了促進朝鮮半島和平繁榮統一的板門店宣言 讓兩韓的關係寫下了新頁 南韓總統文在寅28號主持青瓦臺會議 針對板門店宣言建滿兩年 就特別提及了金正恩 更表示希望能夠從防疫開始繼續推進南北韓攜手合作 全世界都在觀望北韓領導人金正恩到底身體出了什麼狀況 現在是不得而知 不過外界持續在猜測 如果金正恩真是有不測的話 那麼接班人到底會是誰 有人說是金正恩的親妹妹金與正 包括了日本独卖新聞 英國BBC電視台等等都是認為說金與正就是接班的唯一人選 不過也有人說是金正恩的叔叔金平日 因為外傳金正恩是有三個小孩 但是年紀都還太小 似乎沒有辦法來擔任大任 而金正恩長北韓政權八年 五年內他就胖了四十公斤 目測他的身高大約是一百七十公分的他 體重大概有一百二十公斤 曾經擔任過金家御廚 至少十三年的藤本金兒就透露 俄國產的魚子醬大龍蝦以及頂級的鵝肝醬 幾乎都是金正恩每餐必備的菜色 會不會就是這樣餐餐的大魚大肉吃出了健康問題 引發了討論 2019年北韓領導人金正恩化身白馬王子登上長白山 這一個象徵金氏家族統治權威的神聖之地 引起國際媒體關注 不過在這帥氣英姿的背後 金正恩似乎哪裡怪怪的 超級的水中 一下子席地而坐一下子開玩笑要隨行人員通通下水 但其實金正恩都是在找地方坐下休息 光是一個小時的紀錄片裡頭 金正恩至少就被捕捉到五個休息鏡頭 可見身體狀況已經大不如前 你不舒服嗎 對 還是很緊張的 2018年南韓總統文在寅出訪北韓 金正恩當時也帶著文在寅夫婦登上長白山 沒想到金正恩會爬山累到說不出話來 和一旁的文在寅進行成強烈對比 其實金正恩早在2016年出席第七次勞動黨大會公開發言 就非常上氣不接下氣 當時他就被懷疑身體出了狀況 還曾經被多次拍到出席公共場合 頭髮凌亂兩眼無神 住著拐杖走路一拐一拐 金正恩的執政之路越走越艱辛 從他上任以來五年內他就胖了40公斤 翻看金氏家族歷史 祖父金日成1994年因為心肌梗塞病逝 父親金正日2011年也因為相同原因死亡 如今36歲正值壯年的金正恩身形越顯福泰 會不會因此步上家族前人的後塵 外傳二國產的魚子醬大龍蝦 以及定級鵝肝醬正是金正恩每餐必備菜色 有沒有可能因為餐餐大魚大肉而吃出健康問題 都讓外界充滿好奇 不過金正恩若是有個萬一 那麼接班人又會是誰呢 金正恩的親妹妹金語正就被視為接班大熱門 8歲那一年金語正就和哥哥金正恩一起飛往瑞士念書 兩人相依為命也因此培養出革命情感 近幾次露面金語正都被賦予重要角色 甚至和哥哥金正恩形影不離 不過也有人認為金語正的女性身份 恐怕會成為她繼承的最大絆腳石 但是另一位金正恩的親戚也來自拍攝 那是金平壤 金平壤是65歲的半年代代金正恩 而是金正恩的親戚 除了妹妹金語正 金正恩的叔叔北韓前駐捷克大使金平日也被點名 比金語正更有可能接班 但無論是誰繼承大衛 勢必都會讓朝鮮半島在天動盪 也讓東北亞各國不得不繃緊神經 記者何英軒綜合報導 好的 今天的英文關鍵字單元來看到的是 Elimination指的就是消除消滅 Elimination這個字是說把某種東西消除的過程 包括了疾病 Elimination of disease 就是本週紐西蘭的總理阿爾登 他表示紐西蘭的新增確診病例都是個位數 表示封鎖措施奏效了 新冠病毒在紐西蘭境內已經是被消除了 New Zealand claims elimination of coronavirus 因此將紐西蘭疫情警示 由最高的第四級調降成了一級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的英文關鍵字單元 接下來帶您來關心大陸趨勢消息